我们学习第四节 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和处置 从标题上可以看出 这一节讲两个大问题 第一个是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 第二个是投资性房地产的处置 这一节是我们这一章的核心部分 上一节课我们学习到第一节到第三节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专门学习第四节 那下面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大问题 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 什么叫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呢 主要是因为房地产的用途发生改变 从而对房地产进行重新的分类 比如说你们家原先有一套房子 是自住的作为固定资产 然后现在呢你们家又改善了 又买了一套新房子 然后搬到新房子去住了 新房子属于固定资产 同时将原先自住的那套房呢 经过你们家董事会的决议 打算对外出租 这个时候原先那套房子的用途就发生改变 原先是自住 现在改为对外出租赚取租金 此时那就是房地产的转换 由非投资性房地产变成投资性房地产 所以房地产的转换是用途发生改变 而进行一个重新分类 这个问题和上一节课学习的 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的变更 要区分开来 这本来就不是一码事 但是有的同学混淆了 上一节课所讲的 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 由成本模式变更为公允家的模式 那是本身就是投资性房地产 只是我们会计上合作的方法发生的改变 由成本模式改变为公允家的模式 改变前改变后 它都是投资性房地产 今天情况不一 今天是用途发生改变 所以这是两个本质性的差别 那怎么个房地产的转换呢 我这儿画了一个版书 假定原先是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我不打算对外出租了 收回来自住 那就变成了非投资性房地产 比如变成了固定资产 原先是投资性房地产 也就是说以前我出租给别人 现在我不想租了 我想自己住了 收回来作为固定资产 反之 就像刚才举的例子 原先是固定资产 现在对外出租 由固定资产 变成投资性房地产 这也是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 转换过来 转换过去 其实在我们第一个标题里面 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 就是讲这两大方面 原先是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换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比如转换为固定资产 我们会计上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 反过来也是如此 原先是固定资产 现在我对外出租 变成投资性房地产 此时又怎么进行会计处理 其实第一个标题 主要就讲这些问题 那下面呢 首先看口号一 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形式 以及转换日的确定 给大家归纳了一张表 首先看转换形式 所谓转换形式就是刚才所讲的 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或者非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先看第一个 原先是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换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我把它简称叫投资非 那具体来说 有两类形式 第一类 原先是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为固定资产 或者是无形资产 意思也就是说 原先我是对外出租的 现在我不租了 收回来自用 作为比如帮工大楼 我收回来作为固定资产 或者说土地使用权 原先对外出租的 现在我收回来 作为自己的无形资产 那么此时的转换日 怎么确定呢 那就是房地产达到自用的状态 以前是出租的状态 现在收回来 我能够自己使用的状态 这个时间点就是转换日 要考试题呢 选择题的选项 它让我们判断 这个转换日的表达 是否对错 也就是企业开始将其用于 生产商品提供服务 或者经营管理的这个日期 这个点是转换日 同样也有另外一种情况 主要是针对房地产开发企业 原先对外出租的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为从货 打比方说 原先假房地产公司将其一楼的门面房对外出租了 当时是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不想租了 想把它处置出售 商品房出售 那不就转为从货吗 那么这个时候转换日是哪一天呢 是租赁期满 董事会做出一个书面决议 明确表明将其重新开发 然后作为商品房对外出售 这个时间点作为转换日 所以这一块注意 董事会和书面决议 好 这是由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接着我们再来看 反过来 原先是非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我把它简称非转投 同样分两种情况 比如第一 原先是固定资产或者无形资产 现在对外出租 此时转换日是哪一天呢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那就是租赁期开始 原则上通常情况下 从今天开始对外出租 这就是转换日 我要以这个点进行快捷处理 不过请大家注意以下一个提示 对于不再用于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且经过整理以后 可以达到经营出租状态的房地产 如果董事会做出了一个书面决议 明确表明我们打算对外出租 而且短期内这个意图是不会发生改变的 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视为作为投资性房地产 关键是转换日是哪一天呢 是董事会 做出一个书面决议的日期 这段话是怎么理解呢 也就是假公司打笔班 有一套房子 办公楼吧 一栋办公楼 现在呢 不用了 不用了呢 因此打算呢 对外出租 现在租了吗 还没有 我们刚才讲的通常情况下 实实在在已经对外租赁了 那这个转换日很明确 就是租赁期转换日 租赁期的开始 但是现在呢 我们是有着想法 而且不再用于日常经营管理 而且同时通过整理以后 可以达到出租的状态 只要有人来租 我就可以随时租给他 说白了就是我现在 已经在返产中间公司挂牌了 我们希望租出去 那么此时 虽然还没有 实实在在的乘租人 更没有租赁合同 所以也谈不上 有什么租赁期开始 但是我们董事会 已经做出书面决议 同意对外出租 而且短期内 这个意图是不会发生改变 那么我们就应当以 董事会做出的书面决议 这个日期节 作为转换日 转换日 确定下来有什么好处呢 我今天就要进行账务处理了 由非投资信用法律产 转为投资信用法律产 并不是说 等到哪天 有人来了 有人租了 我再转为投资信用法律产 不是 这种情况下 就是属于我 以准备对外出租的这种状态 处于准备对外出租的状态 也作为投资信用法律产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同样是针对房地产开发企业 原先是商品法 对外出售的商品法 现在不打算对外出售 我们打算对外出租 比如说 将一楼的门面房 原先准备是出售 现在我们想法变了 改为对外出租 这就是用途发生改变 通常情况下 也是以租赁期开始 有人乘租了 那么租赁期开始就是转换日 通常情况 同样的道理和刚才一样 对于企业自行建造或开发完成 但稍未实用的建筑物 如果董事会做出个书面决议 也是打算对外出租 短期内意图不会发生改变 那么也应当以 董事会书面决议这个日期 作为转换日 就这样来确定 有时候你看以前考试 曾经就考过 选择题 让我们判断 转换日是哪一天 好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介绍了一下 转换形式 转换形式有两大类 回顾一下 第一大类 原先是投资性环利产 现在转为非投资性环利产 包括转为固定资产 或者无形资产 包括转为存货 这是第一种方式 形式 第二种形式 那就反过来的 原先是非投资性环利产 现在转为投资性环利产 也是包括两种形式 那就反过来的两种形式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转为投资性环利产 或者是从货 转为投资性环利产 然后在这四种情况下 两大类 四小种 是不是 因为每一大类里面分两种 那么每一种情况下 转换日是哪一天 这是客观题 或者说在选择题里面选项 多选题 可以考一个选项 其中一个选项 它说转换日是哪一天 然后再考其他的选项 考什么 考会计处理 那么接下来 我们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关于 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的会计处理 刚才说过 投资性房地产转换 有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以及非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两种情况 是不是 两种转换形式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这两种转换形式 分别进行会计处理 括号二 请大家注意 说的是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我们后面还有一个括号三 那是反过来 有非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那下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先看括号二 先是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说明什么 之前我是投资性房地产 那么投资性房地产的问题又来了 有成本模式核酸 也有可能是公寓价值模式核酸 那么现在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我们就要分两种情况了 也就是说 如果原先是成本模式的 现在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包括转为自用的固定资产或者无形资产 以及转为存货 分别怎么核算 另外一种情况是 原先我是公寓价值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今天不打算对外出租 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包括自用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包括存货 分别怎么核算 那么大家看一下 括号二 给大家整了这么一个表出来了 这么一个框架出来了 其实你可以看出 在括号二里面 我们要讲几种情况呢 就是非常详细的情况 应该几种呢 两大种 这是第一 原先是成本模式的 第二 原先是公寓价值模式的 是不是 两大种情况 然后分别转为两小种情况 那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待会要讲四小类 所以我们下面就是分两大类 四小点分别来说一下 下面首先看第一类 原先是采用成本模式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那么这个非投资性房地产 我们刚才说了 包括两小类 第一种是固定资产 第二种是什么呢 是从货 那下面我们首先看括号一 那如果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也就是自用的 自用就是非投资性房地产 那我们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呢 那这儿我给大家写分路 是以自用的房地产 是以固定资产为例 也就是说原先是成本模式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为固定资产 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 请大家看这笔分路 其实非常简单 借固定资产 按照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余额 注意原先是不是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为原先是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为固定资产 那么由于刚才这个投资性房地产 是什么模式啊 是成本模式 成本模式 成本模式我们前面已经学习过了 该题折就提折就 该减 贪消贪消 该题减值减值 所以今天其实非常简单 怎么简单呢 将原先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余额 直接过到固定资产里面 将这个投资性房地产的累计折就啊 过到我们固定资产的折旧里面 将投资性房地产的减值准备 如果有的话 过到固定资产的减值准备里面 这个账面余额不就是 原来说的那个原值吗 是不是啊 就是原值 原值过到原值里面 折旧过到折旧里面 减值过到减值里面 OK就完成了 意思也就是说 摇升一变 今天就变成固定资产了 而且是提过折旧的 提过减值的固定资产就可以了 所以这笔分落 第一 既没有差额 第二呢 也非常简单 是不是 好 OK 那就过了 接下来我们结合教材立体来看一下 2008年3月1号 贾公司将出租在外的产盘收回 开始用于本企业生产商品 那这个产盘就变成固定资产了 该产盘的占面价值是3765万元 其中原值5000万 累计折旧1235 贾丁贾企业采用沉默模式伎俩的 那说明这是投资性房地产的累计折旧 那今天账务处理是原值过到原值里面 折旧过到折旧里面 OK 那就完成了 收拾立体还是非常简单的 下面再看第二种情况 原先是沉默模式伎俩的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什么呢 转为存货 这肯定是针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说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原先是对外出租的 现在改为对外出售的商业 怎么处理呢 借开发产品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存货 甚至不叫开发产品 因为原先是沉默模式伎俩的 那我们直接就按照转换是扎面价值 这个时候不叫原值了 按照扎面价值转到开发产品里面 怎么个扎面价值呢 这四个合在一起就是扎面价值 你想固定这个投资性房地产的扎面余额 也就是它的原值 投资性房地产的扎面余额就是它的原值 减去折旧减去摊销 折旧是针对地上建筑而言的 摊销是针对土地使用权而言的 根据题目的条件 我们看是有没有这个科目 由减值减了减值 这就是投资性房地产本身它的占面价值 这样转过来以后 这笔分路就结束了 没有差额的 没有省意的 前提是沉默模式伎俩的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存货 那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 刚才是沉默模式的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我们再来看公允价值模式的 公允价值模式呢 稍微要复杂一点的 当企业将公允价值模式的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时 此时非投资性房地产 应当照转换单日的公允价值主战 我们刚才不是那样的 那么现在上升公允价值主战 这样呢 有个问题 公允价值与原来那个投资性房地产 它的扎面价值 可能有个差额 那这个差额是 记住当期损益 对应的科目叫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这个科目 我们看一下分路 它具体分两种情况 先看第一种情况 转为固定资产 原先是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为固定资产 借固定资产按什么金额呢 按转换日公允价值主战 前提是 我们原先是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然后将投资性房地产的扎面价值 这两个明系科目 把它截转掉 这两个明系科目合在一起 就是投资性房地产的扎面价值 这么一截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按扎面价值截呢 截转都是按扎面价值截 你截转呢 按扎面价值一截 这个科目在 报帐户里面就没有了 是不是啊 每个明系科目都没有了 就截为理论 那才叫截转 这样呢 公允价值与其扎面价值两者之间 可能有个差额 那这个差额记住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也可能在代反 也可能在结合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转为固定资产 那么再看 教材一道立题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教材一道立题 08年10月15号 假期业因租资期 将出租的写字楼收回 开始作为行政管理用的办公楼 10月15号 公允价值4800万 这一天其实就是转换日了 从这里面简单的可以看出是转换日 我们要叫转换日的公允价值主战 4800 在转换之前是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原扎面价值4750万 其中成本4500万 公允价值变动增值250万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啊 你要能够理解 原先买的时候是4500万买 然后后来是4750万 因为原先是公允价值计量的 升值了250 然后今天是4800万 4800万转为固定资产 好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快捷处理 借固定资产按照转换日 公允价值4800路站 然后将账面价值截转掉 最后一个差额记住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那这道题再代访50万 没有什么难度 这是第一种情况 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固定资产 接下来第二种情况 转为存户 道理是一样的 借开发产品 此时科目叫开发产品 也上照转换日公允价值主战 然后将账面价值预计截转 差额记住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也可能在代访 也可能在借访 无论代访还是借访 都是记住一个科目 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我们也结合教材立体看一下 甲房地产开发机 将其开发的部分鞋子楼 用于对外经营租赁 2008年10月15号 因租赁期满 甲公司将出租的鞋子楼收回 并作出书面决议 重新开发对外销售 这就是由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存户 当天的公允价值5800万 在转换之前 是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原值 原扎民价值5600 成本5000 增值600 道理是一样的 意味着当初 投资性房地产是5000的成本 后来到了5600 上升了600 然后今天是多少呢 今天是5800 其实又上升了213 好 那下面我们看账务处理 借开发产品 按照今天的公允价值 5800 然后将扎民价值 5600 结转 最后一个插入 再代发公允价值变动生意 无论在代发还是结反 都是记住公允价值变动生意 好 到这为止 实际上讲了什么呢 原先是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为固定资产 或者转为存户 也就是非投资性房地产 分别在 沉默模式 以及公允价值模式下的 核算 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 讲完这些呢 我们把前面这些内容啊 归纳一张表 整理一下 就是系统化 首先 请大家注意 我们现在讲的问题是什么 是 原先是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比如转为固定资产 转为无形资产 转为存货 分两种情况 第一 原先是成本模式 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包括转为固定资产 包括转为存货 在转为固定资产的时候 你看一下 因为本身 说实话 成本模式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本质上 就是按照固定资产 准则在进行会计处理的 所以他在转的时候 原值过到原值里面 折旧过到折旧 减值过到减值 或者说 他们大的方向是一样的 本质上也是固定资产 在核算 就是说 投资性房地产 成本模式 说白了 就是按照固定资产 核算要求在做的 因此直接摇升一遍就可以了 没有任何差额 那么转为存货 存货不太一样 存货本身和固定资产 还是有差别的 因此 转为存货的时候 不是按占面余额转 按占面价值转 那么这四个合在一起 就是投资性房地产的 占面价值 这样一转就可以了 也没有差额 成本模式下 我们直接就按占面价值转 按照你的占面价值 转到我的占面价值来了 就可以了 你的占面价值多少 今天就是我的占面价值 所以没有差额 但是第二种情况 如果是公运价值模式计量 那不一样 因为它也要以公运价值计量 公运价值计量的话 那么可能与原占面价值 两者之间可能有差额 包括转为自用的 包括转为存货 那么这里面呢 注意两点 第一点 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包括转为自用的 包括转为存货 一律是按照转换日的公运价值主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转换日公运价值 转换日公运价值辩论损 前提是 听清楚 前提是 原先是公运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好 这一点要请大家清楚 好 那么第一塔类 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包括什么模式 包括公运价值模式 转为分别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怎么处理 我们就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括号三 是第二大类 是反过来说的 原先是非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此时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其实也是分两种情况 你转为投资性房地产以后 有可能采用沉默模式计量 有可能采用公运价值模式计量 那么细分一下 固定资产转为沉默模式 从获转为沉默模式 两小种 同理固定资产转为光云价值计量 从获转为光云价值计量 所以刚才也是一样 两大类四小点 只是反过来说 是不是 反过来怎么处理 那下面我们分别两种情况 四小点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先看第一种情况 原先是非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为什么呢 转为沉默模式的 包括作为从获的 包括作为固定资产的 转为沉默模式 只要是涉及沉默模式的 我们都是按扎面价值来截的 来转 来截转 我们看第一 如果是从获 意思也就是说 原先我们是商品房 开发产品 现在打算对外出租 这个门面房 原先是对外销售 现在我改变用途 我想法变了 我对外出租 借投资性房地产 按照转换日 张面价值 怎么个张面价值呢 开发产品属于从获 如果没有减值 那就开发产品的余额 直接转到投资性房地产里面 如果开发产品有跌价了 它属于商品房 房地产开发企业 可能提到跌价准备 跌价准备合在一起 叫张面价值 我们在第二章从获里面说了 张面余额减去跌价准备 减去减准备 叫张面价值 转到投资性房地产里面 有没有差额 没有 有没有涉及损益 不影响的 没有影响到损益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况 原因先是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现在转为成本模式 企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既然都转为成本模式 和前面的原理是一样的 都上张面价值一截 没有差额 不影响损益 比如下面这个版书 借投资性房地产 按什么金额呢 按照转换日 张面余额 这个道理跟前面是一样的 因为投资性房地产 本质上就是按固定资产在核算 所以今天我们直接把固定资产的原值 转到投资性房地产里面 将固定资产的累积折救 转到投资性房地产累积折救 将固定资产的减着准备 转到投资性房地产减着准备 如果有的话 OK 那就完成了 所以这一块 就是三个科目 一对应起来 一转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种情况 非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什么模式 下面再看第二种情况 非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公运价值模式 这个是一个考跌 反正涉及到公运价值 就稍微复杂一些 是不是 那这里面 从逻辑上讲 也是分两种情况 我们下面看 括号一 原因先是从货 房地产开发企业 现在打算对外出租 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并且是公运价值计量 那么这个时候 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有差别了 和前面不太一样 又细分两小种情况 第一 如果在转换日 首先一点我说明一下 转为公运价值计量 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是投资性房地产 那按什么金额入战呢 按照转换日公运价值计量 转换日的公运价值计量 那这个时候 请注意 如果转换日公运价值 小于原占面价值 原先是从货 小于原占面价值 意思也就是说 会出现一个界判差额 此时这个差额 进入公运价值 并损益 没错 和前面一样 差额进入公运价值 变动损益 这个叫账面价值 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如果公运价值小于 它的账面价值的话 比如说 公运价值800 账面价值合在一起 这1200 这200 那么合在一起就是1000 那这个就是200 出现的界法 进入公运价值 变动损益 相反 如果转换日公运价值 大于原占面价值 那可不一样了 大于原占面价值 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 代方差额 代方差额 请注意 科目不是公运价值 变动损益了 而是其他综合收益 这是有区别的 所以大家在做题目请注意 我把这两个问题归纳一下 我们刚才在前面讲的 如果原先是公运价值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一 按照转换日公运价值 作为非投资性房地产的入战价值 第二 转换日公运价值 与原先投资性房地产的 账面价值 两者之间差额 无论代方还是借方 一律进入公运价值 别人损益 这是我们前面说的 注意前提 我前面就提示过大家 要注意前提是 原先是公运价值 伎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情况不一样 我们今天说的是 原先是非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换为公运价值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我们现在是投资性房地产 并且我们现在是 公运价值计量的 此时请注意 有相同点 有不同点 相同点是 今天转为公运价值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 投资性房地产 按照转换为公运价值计量 这是相同点 不同点是 不同点是 他们的差额不太一样 如果切放差额没问题 是一样的 是公运价值并有损益 当然如果出现代放差额是不同的 是其他综合收益 那这个为什么 我们等会儿给大家再解释 等我们把两个问题讲完以后再说 这儿一个提示 请大家注意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 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在将来投资性房地产处置时 要将之前转换为 投公运价值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出现的代放差额 曾经是既在其他综合收益的 这个部分 要在处置时转到当期损益 对那科目叫 其他业务成本 先提示一下 等一会儿我们将处置时 还会讲这个问题 这是考点 好了 这是讲作为第一种情况 作为从获 现在转为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还说上一道例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例题六 2008年3月10号 将房地产开发公司与一企业签订租赁协议 开发的一栋写字楼出租给一企业 租赁开租赁开始为2008年4月15号 2008年4月15号 占面余预额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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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 那么这一块题目 必须说清楚 应该说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要开设明系科目 按照转换日 公允价值4.7个亿入战 代方代开发产品4.5亿 其实都要说严谨一点 没有发生减值 没有发生减值 也没有这家准备 差额在代方 此时转换日 公允价值高于原账面价值 差额出现在代方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从此以后 那就是公允价值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 那接着到12月31号 公允价值4.8个亿了 4.8个亿上升1000万 借投资性房地产 另外一个明系科目 公允价值变动 代公允价值并损 这个是没问题的 这是公允价值增前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好 这是这道立体 第一种情况 接下来看第二种情况 原先是自用的房地产 比如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现在转为公允价值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 在会计处理时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首先 转为投资性房地产时 按照转换日 公允价值如常 其次我们要区分 转换日 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 大于还是小于 如果小于出现借房差额 和刚才一样 即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里面 这三个合起来叫账面价值 是原账面价值 是原来那个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两者之间差额出现在借房 进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相反 如果转换日公允价值 大于原账面价值 此时是出现贷方差额 贷方差额刚才说了 是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不一样了 是吧 贷方差额就不一样了 那么为什么 有同学说 为啥不搞成一样的 你看我们前面多好呀 前面是什么情况 我们前面讲了 公允价值伎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时 首先按照转换日公允价值入战 然后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差额 无论贷方差额还是借房差额 一律进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然后今天是什么呢 反过来 原因先是非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为公允价值伎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出现借房差额要寄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出现代房差额不是的是其他综合收 就像刚才讲的 有同学说 为啥不一样 一样都挺好寄的 是不是 会计准则的制定 并不是为了你好寄的 它要根据经济业务的性质来确定 应该寄入什么科目 那下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以前可能就死记咱们有的同学考中级快捷食物 考的份量挺高的 就死进被的 他怎么说的我就怎么记住 是不是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要问你 为什么你要记住待放其他综合收益 而不写成光影价值变动损益 你可能想 我也不知道 想也没想这个事情 那其实给大家来说明一下 是这样一个问题 我打一笔弯说 甲公司在二十年前 这么说吧 甲林在两千年前后 上海甲公司是上海一家上市公司 在两千年 两千年的时候 在火海路 淮海路 当时买了一栋别墅 多少呢 四百万 当时花四百万买的 预计使用寿命水四十年 甲若静 简单的说 静残值为零 采用年限平均发起折旧 到今天 假定今天是2020年 我们虽然是2023年 为了这个整数啊 我就2020年 二十年过去了 原先四百万买的房子 你在这个地段 买的这个别墅啊 现在最起码三十倍了 可以这么说 我也不说多了 我就是以二十倍来算 不夸张的 一点不夸张 三十倍完全都能达得到 今天的这栋楼多少钱呢 八千万 由于原先是作为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 那要提折旧了 到今天二十年 那就过了一半 是不是啊 原先四十年提折旧 二十年以后 扎命价值还有两百万 这可以理解吧 原先四百万 现在提了折旧 提了一半了 还有二百万 今天假公司打算将这栋 别墅呢 打算对吧 出租 并且假公司是以公允价值 计量投资性房地产 那就涉及到我们刚才 所讲的转换的问题了 由非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并且删照公允价值入战 那么你算一下 今天怎么样 尽快的处理啊 借投资性房地产 按照公允价值入战 多少 八千万 作为投资性房地产 然后将账面 原来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要截转掉 累计折旧 原值截转掉 还有多少啊 总共是两百万的账面价值 这样两者之间差额在 肯定是贷方 贷方就是多少啊 七千八百万 如果会计准则 就像你所说的 那都一样的 进入公允价值并损移的话 那这种情况下 有可能会怂恿企业 有这种调节 利润的冲动 假如在某一年 我的经营业绩不是很好 然后呢 他财务总监都是考古CPA的 非常熟悉会计准则的规律 想到这个问题了 那我们 对外出租呗 调节一下 反正我们还有别的 帮工楼使用的 把这个房子 对外出租 并且我们以 公允价值计量 这样呢 如果按照您刚才说的 都可以寄公允价值变成损移的话 一下子就增加了七千八百万的利润 所以很容易是企业产生 这个调节利润漏洞 因此准则在制定时 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你有点想法 小九九 制定准则的人 比你熟悉准则更深入一些 想到这个问题 这一块 不能写公允价值变成损 我要把这个漏洞 给堵起来 不能让你有任何想法 你要出租 可以 你要选择公允价值模式 也行 但是你要把这个差额 代方差额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那就可以了 你就 不没法通过这个方 这种对外出租来调节利润 反之 如果你是 反差是下跌的 你看我们这些年 基本反差上升了 是不是 假如出到下跌的情况下 那没关系 那你损失 是不是 过于价值变成损失 再说一般情况下 货币的通胀 我们讲正常情况下 在货币的通胀情况下 这种暴跌的 这种情况 还是比较少见的 比如 比如个别情况可能会有 一般情况不大会有 但是我们这些年下来 大家知道 20年下来 这个反利产的 虽然这几年在调整 或者甚至下跌 但是以前 整个一个空间 我刚才说的 在上海的同学 应该是很有感受的 30倍 绝对不止 那就是不到 400万变得1.2个亿了 那还要厉害 是不是 好 给大家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现在是 记录其他总和收益 那么也有同学在想 那你为什么前面不这样做呢 前面可以记录光源 加的别人损益了 为什么前面就 不记录其他总和收益呢 我给大家也说明一下 比如我们前面 讲过一个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原先是 公云价值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为 非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无论接翻差额 还是带翻差额 我们都是记录 公云价值别人损益 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又可以呢 难道它不会调节利润吗 这个空间不太大 为什么 你原先是公云价值计量的 然后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比如你在 2010年 取得投资性房地产 按照公云价值计量 然后到今天 2020年的时候 你转为固定资产 转为固定资产 那肯定也有差额了 公云价值也很高了 今天的公云价值 比如当初是 比如当初是1000万买的 现在已经2000万的公云价值了 2000万 那今天是2000万是不是 但是有个问题 因为你之前本身就是以公云价值计量的 你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每年都要按照公云价值去调的 10年下来 由1000万升值到今天2000万 这1000万的升值 都分别计在每个期间的公云价值 并损入 等到今天转为固定资产时 只是和上一个资产负债表日 公云价值比较 因为这个占名价值 不再是原先那个1000万 而是上一个资产负债表日的公云价值 上一个资产负债表日的公云价值 可能就已经调到1800了 那这个空间 也就是上一个资产负债表日 到今天的公云价值的差额 这个差额不太会大的 你一年下来这个房价的波动 这个波动不会太大 不会说十倍的波动 哪怕你有一倍的波动 我都可以接受 我们刚才是多大的波动呢 我们刚才是400万的到800到8000万 20倍的波动 这个很容易调节利润 因为调节的空间大 刚才那个调节的空间 很小的 因为我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 我都按照公云价值调过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前面调节的空间很小 你即使出现代翻差额 没关系 你就寄到公云价值比较随意的去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这两个为什么不一样 给大家解释一下 顺便呢 我也说一下 我在这也标了一下 这是也是我们个人上课的 一些原创的内容 或者是个人的数学的思路 说明一下 好了 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 知其让而知其所以让 为什么这不一样 相信大家听懂了以后啊 甚至等你考到综合的时候 你都还能记住今天这个知识点 好 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就到这 下面呢 我们结合教材例题来看一下 第七 08年6月份 甲公司打算搬迁至新建的办公楼 由于原办公楼处于商业防滑地段 甲企业准备将其出租赚取租金收入 10月30号完成了搬迁停止自用 并与一企业签订租赁协议 租赁给一企业 租赁期开始08年10月30号 租赁期三年 原值是5个亿 以提折旧114250 公允价值3.5个亿 假定对投资性房地产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 这个说的就很清楚 原先是固定资产 现在转为公允价值企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 账务处理 借投资性房地产成本明希科目 按照今天的公允价值 3.5个亿 然后将固定资产 诈明价值截准 此时出现一个借范差额 进入公允价值 并能损益 没问题 接着我把这道题 改一下 拓展一下 假如把题目改了 不是3.5个亿 不是3.5个亿 是假定是4.5个亿 那今天怎么来做呢 借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按照4.5个亿入战 然后将诈明价值截准 诈明价值进行截准 诶 此时我们发现出现一个问题 差额在贷发了 差额在贷发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记住其他综合收益了 好 请大家注意一下 关键是注意这个点 这个点经常考 那讲完了 讲完这些内容以后 我想刚才一样 也给大家画一张表归纳一下 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二种情况 原先是非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包括成本模式 包括公允价值模式 然后在成本模式下 两小铁固定资产一种情况 从获一种情况 那其实只要是转为成本模式 那么这一笔分路都是没有差额的 直接按照它的账面余额一一对应起来 或者说按照账面价值 直接截转就可以了 那么相反第二种情况 像这种情况呢 作为一个考点来掌握的 原先是非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为公允价值 几两的投资性房地产 包括原先是固定资产 转为公允价值 或者说原先是从获 今天转为公允价值 其实两种情况 你归纳一下 会计分路都是 原理都是一样的 第一 先按照转换日 公允价值 来入战 按照转换日 公允价值 作为投资性房地产 入战价值 这是第一 第二 那就是出现借方差额 计入公允价值 变成损益 但出现代方差额 应当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刚才也给大家解释 为什么 好了 这是我们针对第二种情况 讲完了 那其实到这为止呢 请大家注意 我们把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 两大类 四小点 分别都说了一下 第一大类是 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包括沉默模式 包括公允价值模式 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第二大类是 反过来 非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包括转为沉默模式的 包括转为公允价值模式的 那这些讲完以后 我们再就前面这所有的内容 给大家再归拉一下 归拉一张表 那这个表的角度 注意 我们是从模式角度来说的 比如投资性房地产 你本身是沉默模式核算的 你转过来转过去 怎么做 第一 原先是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原先投资性房地产 是什么情况呢 假定是沉默模式 那沉默模式 其实都没有损益的 是不是啊 没有差额的 第一 原先是沉默模式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注意啊 我的前提是沉默模式 转为自用的房地产 那么直接就按照 一科目一对应的 转过来就行了 第二 原先是沉默模式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为存货 直接按照 诈默价值结转 好 这是 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前提是沉默模式 我们还来 还看沉默模式 是反过来 非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沉默模式 投资性房地产 你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都一样 是不是啊 都是按照 诈默价值 或者诈默余额 直接来结的 所以呢 沉默模式下 比较简单一点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看 公运价值模式 站在这个角度 也是分两种情况 公运价值 既然的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以及 非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我们刚才说过 这种转换 第一 以转换为公运价值 作为非投资性房地产的 入端价值 第二 无论是代方差额 还是借方差额 一律进入公运价值 变动损益 一定要掌握 前提是 原先是投资性房地产 而且是公运价值 计量的 现在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此时 无论代方差额 借方差额 一律是其他 中央收入 第二 反过来 如果原先是 非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为 投资性房地产 并且以公运价值计量的 这个收入 和刚才相比 相同点是 也是一转换 公运价值入证 借方差额 也是进入 公运价值变动损益 不同点就是 此时代方差额 是进入其他 中央收入 我们刚才给大家 说了为什么 前面你转的时候 你是原先本身 就是公运的 公运价值计量的 你今天转为 非投资性房地产 即使代方差额 也没关系 影响不大 进入公运价值变动损益 没关系 但是这种情况下 影响可能就比较大 所以此时 快据准则规定 必须是进入 其他总额收入 那这个地方 就是个重要的考点 好 那么到这为止 有关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 我们就学习完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道题 这是去年的一个考题 在有一套试卷里面 考了这道题 2021年9月30号 甲公司出租给 乙公司一栋办公楼到期 经甲公司董事会 书面决议 到期收回的办公楼 改为自用办公楼 那也就是说 原先是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看题的时候 看题的时候要审题 看是什么类型 去操考指导 就像我这样写一下 甲公司对 原来对出租的头 这个办公楼 采用光允价值模式计量 光允价值模式计量的 那现在转为 非投资性房地产 甲公司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不考虑相关的税费 及其他因素 下里各项 关于甲公司 2021年会计处理的 表录当中 正确是 是个单选 A选项 收回的办公楼 按照收回日 光允价值入战 对吗 这是光允价值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 那么应当照转换日 光允价值入战 A的说法对的 那接下来我们的问题 就是把BCD 为什么错的 要找出来 B 办公楼收回时的光允价值 与原账出租时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确认为其他中和收益 错 你这个方向不是这样的 你原先本身是光允价值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即使出现贷方差额 应当是记录 光允价值变成损益的 虽然这儿看不出来 是贷方还是借方 但这儿必须是记录 其光允价值变成损益 无论贷方差额 都是光允价值变成损益 C 将办公楼有出租改为自用 按照会计政策 变分进一会计处 跟会计政策变更没关系 你这是投资性房地产的用途 发生改变 这是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是指对 后续进来的模式进行改变 由成本模式改为 公运家的模式 改来改过来改过去 改之前改之后 你都是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不一样的 C也是错的 D收回的办公楼 在资产负债表中 列报为从货 办公楼 办公楼 虽然你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你原来是收回来以后 改为自用的办公楼 自用 所以应该是作为固定资产 或者无情资产 来入战口 所以不应该是从货 至少它不是从货 办公楼到底是作为固定资产 还是无情资产 其实要看 它是一栋楼 包括土地使用权 这个当初的投资性房地产 包括土地使用权 和包括地产建筑物都在一起呢 这个题目里面没有明确 但至少可以看出来 不应该列为从货的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A选项 好 那么这个问题 我们就学习到这 接下来我们学习本节的第二个大问题 投资性房地产的处置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 所以我们这一章的考点 都集中在最后一集 投资性房地产的处置 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 原先是沉默模式 既然的投资性房地产 今天处置 第二种情况是 原先是投资 光影价值既然的 投资性房地产 今天处置 分别怎么处理 首先看空号一 沉默模式 沉默模式既然的 投资性房地产 今天处置 比较简单 就两件事情 一出售的价款 记在其他业务收入里面 如果题目里面有增值税 要考虑销项税 购金有进项税 销售值要销项税 第二 结转成本 按照扎默价值 是扎默价值 结转到什么科目 叫其他业务成本 看一下这笔分路 这些就是合在一起 叫扎默价值 结转 结转都是按照扎默价值 记到其他业务成本 所以成本模式比较简单 接下来我们重点看 公允价值模式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今天处置 有可能有四件事情要做 首先第一件事和刚才一样 处置收入 记在其他业务收入 这没问题 不用多说 第二 截转成本 按照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大家看一下 这个账面余额 是包括以前期间 累积的公允价值变动 包括吗 当然是包括的 账面余额是包括成本 包括供应价值变动的 按照这个账面余额来结的 结到哪儿 其他业务成本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难度的 关键是三和四 三 我们刚才成本模式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因为成本模式不涉及到供应价值变动 那么今天请大家注意 投资性房地产在处置时 如果你之前是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 要向公允价值累积的公允价值变动 这个金额要转到其他业务成本里面去编制 这样的一笔分路 或者是相反的会计分路 取决于你的公允价值变动 累积的金额在贷房还是借房 你换个第一次账户汇总一下就知道了 另外呢 请大家注意 这笔分路是不影响处置当期的损益 因为在利润表里面 这个一增一减是不是 一增一减 所以不影响利润总额 它是利润表里面的项目 内部一增一减 利润总额不变 再看第四个问题 刚才提示过 前面就提示过 如果原先是非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为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出现代方差额 我们前面说过 是记录其他综合收益的 那么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今天在处置时 要将其记录其他业务成本 不要忘了这件事情 前提是 原先曾经有一个 投资性房地产转换 确认过其他综合收益 就前面强调的那个考底 那么第四件事情讲完以后 我给大家提示一下 和第三件事做个比较 第三个问题 将累积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截转到其他业务成本 有可能是相反的分路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带其他业务成本 或者是借其他业务成本 带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但是第四笔分路 请注意 我没有那样写 没有写或相反会计分路 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反应项 是不是 唯一的一个反应项 您要出现其他综合收益 一定当初是在贷 今天从借贩借转 是不是唯一的借贷方向 这点要注意一下 那么这个是影响损益的 影响经理论的 因为这是增加经理论的 注意一下 增加利润总额的 先潦草一点 时间关系 增加利润总额的 带其他业务成本 实际上也相当于增加利润 借其他业务成本是减少利润的 那下面我们结合教材例题来看一下 几下企业为一家 房地产开发企业 2007年3月10号 甲鱼乙签订租赁协议 将其开发移动鞋子楼 出租给乙企业使用 租赁期开始07年4月15号 这一天占面预额4.5亿 公允价值4.7个亿 12月31号 公允价值4.8个亿 08年6月份 租赁期盘收回投资性房地产 以5.5亿对外出售 假定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不考虑相关税费 那下面我们来看 怎么样的掌 进行账务处理 首先第一步 2007年4月15号 这一天 非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为公允价值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 要按照转换日 公允价值入战 借投资性房地产 成本名其科目 代方代开发产品 这是账面价值 出现账方差额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从此以后 这就是投资性房地产 并且以公允价值计量 然后到了12月30号 公允价值上升到4.8个亿 4.8个亿和4.7个亿 相比上升1000万 借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 代公允价值变随1000万 以三步 2008年6月份出售 这是公允价值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 四件事情 四笔分路 第一笔分路 确认收入5.5亿 没问题 第二笔分路 截转成本4.8个亿 没有问题 以三笔分路 请大家注意 去年有一个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在贷款1000万 今天我们要做个截转 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1000万 贷其他业务成本 那这笔分路 我刚才前面提醒过大家 对应影响今年的损益 第四笔分路 要将之前 代放的其他综合收益 代放的其他综合收益2000万 要结转到其他业务成本 四件事情 凡事实际上这个题 四件事情 好 这个题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考 一个考点 我们教材把四笔分路 全合在一块 不合适 我们在这给大家 拆成四笔分路 四件事情 一个一个完成 多好 好 那么这个讲完以后 我们下面来做一道题 大家来检测一下 是否真正理解 掌握了 2021年6月20号 甲公司董事会 做出书面决议 将一栋闲置办公楼 用来出租 且明确出租办公楼的意图 在短期内 不会发生改变 单日办公楼的成本 是3200万 累计折旧 2100万 未提减值 公允价值2400万 原先实际上是固定自材 甲公司采用公允价值模式 对投资性房地产 进行后续计量 6月25号 签订租赁协议 租赁期为 2021年7月1号 及2年 办公楼 2021年12月31号 公允价值2600万 22年12月31号 公允价值2640 23年7月1号 收回租赁期盘的办公楼 对外出售 价款是2800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2023年 因出售办公楼 而确认的损益金额 出售 就这件事情 确认的损益金额是多少 那这个我们要通过计算 其实大家在做这种题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写一下分路 虽然分路很多 有四笔分路 但是妥善其间 简简单单的 要在操考学院写一下 这样就更准确一些 否则你 纯粹列个式子 加加简简 比如就像我这样列了一下 其他业务收入2800 其他业务成本2640 其他综合收益截转 然后答案就出来了 我也看不懂了 是不是 所以下面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道题 应该怎么来做 除非你特别熟练 否则我们在一开始学的时候 最好是把分路写一写 也是对自己一个提高 首先第一件事 6月20号这一天 重复这个这个转换 将该项固定资产 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 并且以公允价值计量 占命价值是1100 这是占命价值 这是公允价值 所以是代方差额 因为是非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为公允价值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 代方差额 记录其他总和收益 然后12月31号 已经2400到2600了 上升200万 这是21年 然后22年2640了 2640又上升了 又上升了40万 公允价值变成损 40 然后23年7月1号出售 4笔分路 第一笔分路售价2800 没问题 其他业务收入 第二笔分路 截赚成本 总共累计已经2640了 所以是 借其他业务成本2640 这就是出售时 影响了损益的金额 影响了损益 第三笔分路 借公允价值变成损益 带其他业务成本 累计 累计 累计的金额 累计的金额26240 再次提醒大家 这笔分路不予一下 当期的利润总额 所以我刚才这个计算过程里面 根本就没有那个部分 这是有的同学在做题目 会议消了 把那个240也给加进去了 他问的是出售的期间 出售这个点上 影响损益的金额 然后其他中国收入1300 转到其他业务成本 这是增加利润的 这么分路一写 我们就清除了 其他业务收入 这一块2800 其他业务成本 截转的 然后其他中国收入 截转的金额 截转 其实前面 这就是1300 这曾经在转换时产生贷款超越1300 把它加上去就可以了 那个240不用调它的 你加一个240 你加一个240 你还要减掉一个240 实际上是0 不受影响 所以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1460C 好 那么这道题给大家就分析到这 大家可以作为一个主观题 自己复习的时候 可以做一下 甚至我觉得你会学习的话 你在我刚才讲之前 你别听我的 你先自个儿暂停一下 先自个儿听 做一遍 我觉得这是更积极有效的 因为毕竟书上刚才讲了一道题 我先自个儿做一下 你听完以后呢 其实有个问题 因为你看了我的答案 所以下次等你做题的时候啊 你容易忽略的地方 你还是没发现 相反 如果你先 做一遍 也就是说教材立题 我给你分析完以后 你先别听我 你先自个儿做一遍 然后发现的问题啊 你这个时候印象就更深了 然后再来听一下老师的讲解 OK 这就达到一个习里班人的教 先做题 再听老师 毕竟我们教材立题给你讲过了 好 那么到这为止 我们这一章内容 就算学习完了 也是给大家小结一下 重点掌握了一些 在第一节里面呢 主要是注意一下 投资性房地产的范围 这个比较简单 第二节里面呢 注意一下初始计量 以及后续支出 这是小的考点 资本化后续支出 费用化后续支出 这是小的考点 然后第三节 后续计量 成本模式 过续加热模式 这个都比较简单 复杂的就是变更 变更呢 你按照这一节课 今天也就是说 这一章的要求 暂时掌握这一些 等我们学习了 后面会计政策变更 我再给你提高一下 也许你在做本章习题的时候 复习题的时候 包括复习资料上 可能已经牵涉到后面 锁了税的问题 没关系 即使做错了也没关系 你不要自己感觉到 没信心了 不要紧的 这时候老师应该鼓励你 因为我是客观的跟你说 没学到那一学 那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 即使你现在学第二轮了 都还有可能有 还有问题 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那些知识点 还没有再给你详细说 因为你第一轮学的时候 可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接着最后一节 这一节其实是我们 整个这一章的重点部分 转换了 处置了 特别这个转换 转过来转过去 那么我们在简易上 给大家归纳着这个表 条理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你这个思路清楚以后 题目CB它怎么做 你大脑里面就像那一张表 一定有个框架 你一一对应上去 就知道怎么做 最后处置 包括成本模式 尤其是光影价值模式 处置 那么可能 你只要掌握我们刚才 给你提供的那道单选题 你把它作为一个主观例来做 OK 掌握了 你会了 OK 那就完成了 好 那么这一章我们就学习到这 下一节课呢 请大家注意了 我们就要进入非常重要的一章 那就是第六章 长期股权投资 与何云安排 我们下一节课 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